他就说,我老爷爷呢,每天都是自己一个人 自己吃饭,自己睡觉,自己洗澡 好无聊哦,我好想要有个小朋友来陪陪我 这个时候呢,一件奇怪的事情出现了 好,请你把眼睛睁开来看看哦 看什么奇怪的事情 谁来了?老巫婆 老巫婆来了,巫婆呢,骑着他的扫把,咻,回来了 巫婆说,我看看呢,听到了木匠老爷爷 他有一个希望呢,他希望怎样 希望小木偶怎样 变成一个真正的小朋友,对不对 现在呢,我要开始来念咒语了哦 我要达成木匠老爷爷的愿望,好不好 好 他呢,虽然是个巫婆,可是他是一个心肠很好 好善良的乌婆 然后呢 张开她的嘴巴 叫了一声 爸爸 老爷爷听到有人叫爸爸的声音 佩颖 是不是你叫的 你有没有叫爸爸 没有 音乐是你叫的 对不对 不是 是你叫的 是不是 有没有叫吗 老爷爷看一看都不是小朋友叫的 那到底是谁叫的呢 童然呢 又有医生了